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8月2日举行的国资委重磅会议 这次会议旨在传达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第16次集体学习中的重要讲话精神 并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 国资委强调要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并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会议还强调整治形势主义 为基层减负的重要性 以及加强国资委机关党建的必要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8月2日 国资委大楼里灯火通明 楼内的会议室中座无虚席 这一天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扩大会议 这场会议不仅是一次常规的工作汇总 更是一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集结 由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 主任张玉卓主持 党委委员们齐聚一堂 准备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迈出更坚实的一步 会议开始 张玉卓书记以铿锵有力的语调 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他强调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必须统一思想和行动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科学判断 和决策部署上来 我们不仅要抓住中央巡视整改的有力契机 更要在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勇敢前行 张书记坚定地说道 网易网报道 这场会议聚焦于如何扎实抓好稳增长 持续深化提质增效 会上 大家热烈讨论着如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实现传统优势产业的高端化 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 每一个发言都充满了智慧与热情 如同一颗颗闪亮的星星 共同点燃了深化改革的夜空 国资委委员们在会上分享了他们各自分管工作的思路和计划 每一个方案都透着深思熟虑的智慧 既有对现状的精准把握 也有对未来的深远规划 大家一致认为 要扎实抓好高质量的稳增长 持续深化提质增效 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确保中央企业的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 人民日报也对此次会议给予了高度关注 特别提到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深入推进 会议指出 面对各种风险挑战 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 提振发展信心 通过这些努力 中央企业的经济运行将持续回升向好 坚定不移地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做强做优 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发挥好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和压仓使作用 在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方面 这场会议同样不遗余力 张玉卓特别强调 国务院国资委机关 要切实抓好这项工作 通过有效带动系统 加大统筹协调 服务基层和技术支撑力度 推进信息共享 协同配合和资源整合 达好减负增效的组合权 严格执行 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 结合国资央企正在开展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专项治理 完善有关制度机制 严格落实经文检会 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等重点措施 切实增强基层群众的获得感 这些措施无不显示出 会议对于经文减负的决心 减负不仅是为了减轻基层的负担 更是为了让我们的工作更加高效 让基层同志有更多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去 一位参会的党委委员如是说 这场会议不仅是一次决策的制定 更是一次基层关怀的体现 会议最后 张玉卓书记再度强调了 政治忠诚和政治能力的重要性 他指出 准确把握国资委机关党建的特点和规律 扎实推进国务院国资委机关党建质量全面提升 真正走好第一方阵 当好三个表率 建设模范机关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要紧扣职责定位 持续加强国资委机关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建设 进一步强化制度应约数 加强团结协作 严守纪律规矩 改进工作作风 压实党建责任 增强政治功能 提高班子战斗力 敢抓敢管 动真碰硬抓班子 带队伍 进一步发挥机关党组织的职能作用 会上 不仅有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和驻委纪检监察组的参与 还有各厅局 直属事业单位的负责同志们 他们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这些领导和负责同志们各输己见 纷纷表示将把今天的会议精神带回去 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误求见成效 会议的时间虽然不算长 但内容却十分丰富 每一个决定 每一项措施都饱含着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与会者们纷纷表示 这次会议不仅是一次深刻的学习和讨论 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和升华 张玉卓书记总结道 我们要以更高的站位 更宽的视野 更实的作风 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 推动国资央企在新时代不断取得新成绩 通过这次会议 大家不仅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有了更深的理解 也对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 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这场会议 不仅是一个新的起点 更是一次全新的出发 所有的与会者都带着满腔热忱和坚定信念 准备在未来的工作中 书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8月2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资委 党委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扩大会议 旨在传达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 和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并推动机关党建的高质量发展 会议由国资委党委书记 主任张宇卓主持 国资委党委委员们 也一同出席了会议 并根据各自负责的领域 讨论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思路 首先 会议强调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性 与会者一致认为 应当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科学判断 和决策部署上来 会议指出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当前的重点任务 是抓住中央巡视整改的有力契机 进一步深化改革 具体措施包括 扎实抓好高质量的稳增长 持续深化体质增效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同时促进传统优势产业的高端化 智能化和绿色化发展 此外 会议特别提到 要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 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保持战略定力 提振发展信心 通过这些努力 中央企业的经济运行 将持续回升向好 有望坚定不移地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这也意味着 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充分发挥其作为国民经济稳定器和压仓时的作用 在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方面 会议强调 国资委机关要切实抓好这项工作 通过加强统筹协调 服务基层和技术支撑力度 推进信息共享 协同配合和资源整合 打好减负增效的组合权 会议中还提到 要严格执行 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 并结合国资央企正在开展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专项治理 完善相关制度机制 严格落实经文检会 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等重点措施 以增强基层群众的获得感 会议还强调了 要强化政治忠诚 提高政治能力 准确把握国资委机关党建的特点和规律 扎实推进机关党建质量的全面提升 国资委机关应当走好第一方阵 当好三个表率 建设模范机关 为此需紧扣职责定位 持续加强国资委机关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建设 进一步强化制度应约束 加强团结协作 严守纪律规矩 改进工作作风 压实党建责任 增强政治功能 提高班子战斗力 敢抓敢管 动真碰硬抓班子 带队伍 以进一步发挥机关党组织的职能作用 会议的最后 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 驻委纪检监察组 各厅局 直属事业单位的负责同志 也列席了会议 共同探讨 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通过这次会议 国资委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和重点任务 也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深化改革 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支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好 我是楚天书 不得不说 这次国资委的会议 真是振奋人心 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 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些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措施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和压仓时 必须发挥更大作用 这次会议明确了方向 真是给了我们更多信心和动力 哎 天书 你可真是个乐观派啊 我倒觉得这次会议有点纸上谈兵 光说不练 你看看 全面贯彻党的精神 高质量发展 这些话说起来容易 可落实起来就像让株上树 再说了 说要减负 可每次开会 还是那么多讲求形式的东西 基层干部类的跟狗似的 真是雷声大 余点小 琪琪 你这就有点挑刺了吧 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方向对了 就需要时间去落实 你总不能指望一夜之间 就把所有问题解决了 再说了 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些 可都是有具体措施支持的 这些改进可不是说说而已 天书 你说得轻巧 方向对了就能解决问题 那我们喝西北风也能活下去啊 你看看历史 多少次改革 因为执行不到位 最后不了了之 你说的科技创新 我看导向是在搞高科技面子工程 每次搞个大项目 钱倒是花了不少 成果呢 还不是一地鸡毛 琪琪 我觉得你的观点有点偏激了 改革确实有挑战 但也有成果 你看数据 2022年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同比增长了14.5% 这可不是吹牛 而且 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研发中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天说 你看数据看得太片面了 增长14.5% 涨个泡沫都能有这数 关键是这些企业的实际盈利和创新能力如何 再说 高新技术企业多了 质量呢 你总不能拿那些僵尸企业来充数吧 而且 你说国有企业的重要性 我不否认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要盲目乐观忽视实际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今天我们来聊聊8月2日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召开的那场重磅会议 这个会议可谓是国资系统的一次大阅兵 会场内外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干劲 首先 会议的主旨是要传达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第16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张玉卓书记主持 国资委的各位大佬也都出席了 大家纷纷献计献策 畅所欲言 你们说 这场会议是不是很给力 会议首先聚焦的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咱们得说 这种高规格的会议 当然少不了高质量发展这个关键词 各位与会者一致认为 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 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这话听起来有点官腔 但仔细一想 高质量发展真的是新时代的硬道理 会议强调 要抓住中央巡视整改的有力契机 进一步深化改革 换句话说 我们不仅要稳增长 还要深化 提制增效 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推动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让传统优势产业也能焕发新生机 下一步会议的重点是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提升 各位官员强调 当前形势下国企要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保持战略定力 提振发展信心 说白了 就是在风口浪尖上也得稳住 继续推进改革 通过这些努力 我们期待中央企业的经济运行 能持续回升向好 坚定不移地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把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作优做大 果然 国企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和压仓时 责任重大 接下来 会议还提到整治形势主义 为基层减负的问题 这里面有一个词很有意思 减负增效的组合权 坦率地说 形势主义和官僚主义确实是基层的一大痛点 国资委机关要带头抓好这项工作 加大统筹协调 服务基层和技术支撑力度 推进信息共享 协同配合和资源整合 再加上严格执行 整治形势主义 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 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希望这些措施能真的落到实处 让基层干部群众都能感受到政策的温暖 最后 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忠诚 提高政治能力 准确把握国资委机关党建的特点和规律 听起来有点像党客 但实际上这部分很重要 只有扎实推进 国资委机关党建质量全面提升 才能真正走好第一方阵 当好三个表率 建设模范机关 大家要紧扣职责定位 持续加强国资委机关党委和基层 党组织建设 严守纪律规矩 改进工作作风 压实党建责任 这么一听 感觉国资委 确实是在动真格的 要把党建工作 做实做戏 增强基层的政治功能 和班子战斗力 总的来说 这次会议不仅是一次工作部署 更是一场思想动员 国资委的各位大佬们 纷纷表示 要坚定不移地贯彻 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推动机关党建 高质量发展 我们拭目以待 希望看到更多 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果 毕竟老百姓都在看着呢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 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为了 大家认为